接下来他说开启这个PSD02之一这一个档 然后呢将它置入什么呢 这个并重叠在图层1的下方 OK 它的下方OK 然后呢套用什么放射状模糊的滤镜 所以呢特别注意哦 它的逻辑是这样的 就是说这个档对不对 它要置入到那边去 所以怎么办呢 Ctrl A Ctrl C 对不对哦 或者你可以怎么样呢 直接把这个图层按 或者从这个图的按右键 复制到这边也可以啦 我们Ctrl C Ctrl A Ctrl C 然后呢Ctrl V 不过Ctrl V呢 它会放在上面 所以你可以怎么样呢 把它拉到它的下方 有没有 这个右边的图层嘛 放开 它就放到下面 但是呢 它的背景太清楚了 所以它希望怎么样呢 我把这个前面的图层关掉 把这个图层呢 把它模糊 并且用什么 放射状 所以题目说什么 用放射状模糊 把它做一个修改 所以放射状模糊在哪边呢 记得在模糊里面 找一下一定会有个放射状 有没有 在这里 那放射状模糊 特别注意 它这边有好几种效果 主要是 模糊的方式是哪一种呢 是旋转呢 还是缩放 基本上 这边应该是用旋转的 因为刚刚那张图看得出来 应该是旋转的 那旋转的总量应该多少 我大概试过了 大概差不多45左右 有没有 类似像这样 当然你也可以再试试看 越来越多 越来越少 有没有 放射状 100大概长这样子 然后呢 我们大概就差不多45左右 所以你大概调 总量大概45 OK 45大概差不多了 如果不够 你自己再加一点点 OK 确定 有没有 旋转了 不过这个感觉有点像那个 看得好像会催眠的感觉 因为它一直转一直转 会看一看就 大家就睡着了 OK 好 那再来的话呢 我们第一个放射状模糊之后的话 那请你怎么样 再把前面的图层给叫出来 OK 好 有没有看到 这个地方的话 我们就会有一个背景的部分呢 就做出这个效果 然后跟完成档 你比对一下 基本上应该是接近的 有没有 只是差别怎么样 它上面这一块不见了 其实后面题目 它也就是希望我们把 上面这一块 给什么呢 给删掉 好 那后面还有 OK 所以 好 第一 这个地方是 第四题 第五题的话 就是什么 调整版面尺寸 版面宽度 维持不变 高度要变成五百六个像素 锚点 设在版面的正下方 那它怎么做 意思就是说呢 原来这一张图 它的尺寸是多少 我怎么讲过 这个地方 可以把它改成什么 文件的什么呢 尺寸 它是文件的大小 其实不过一般 我们根本最关心的 不是它的大小 而是它的尺寸 所以这个尺寸呢 你会发现 它会告诉我是 22.58公分 乘22.58 可是问题 我不是要公分 一般我们的单位 应该要什么 像素 对 所以还记得 怎么把它改成像素吗 偏好设定 对 前面有讲过 单位里面 在编辑里面的 那个偏好设定 单位 记得把它改成什么 像素 再按个像素 那你会发现 这张图是640乘640 意思就是 它的宽 是640 高也是640 可是呢 这张图 它希望怎么样 帮我改一下尺寸 上面请你砍掉 宽为值 跟原来一样 高的话呢 上面部分 把它砍掉多少 砍成变成500 560 560 所以上面这一块 应该是多少 就把这个减这个吗 80 OK 所以把80砍掉了 那要怎么做比较快 当然 其实你们可以试试看 其实用选举工具 能不能做到 其实可以 采剪工具 可不可以 可是都没有 等一下要讲的 这个功能快 最快的功能 其实可以从什么 影像 里面的那个什么呢 尺寸 板面的尺寸 其实你想说 之前我们还有讲过 那个影像的尺寸 不过如果用影像的尺寸 它会变形 那板面的尺寸 可以帮助你 重新裁剪 因为我这个尺寸 本来是公分的 因为我把单位 改成像素 所以这个时候 它也会跳出是像素 但是等一下 如果你看到公分 请记得 一定要改成像素 那宽度维持不变 高度我希望改成五百六 锚点 接下来锚点 什么叫锚点 各位可以看到 这边有个锚点 对不对 它说锚点 请你改在哪里 正下方 那所谓正下方 就是说 它裁剪的时候 它的锚点 如果在这里的话 它会裁上面 可是如果你在这里的话 它会裁什么 变成裁下面 OK 那如果左边的话 那就变成裁右边 如果在右边 变裁左边 应该可以懂那个逻辑 那我把这个锚点 放在正下方 按个确定之后 其实答案就出来了 所以按确定之后 各位可以看到 上面的80 就会被砍掉了 它会问你说 新的板面大小 小于目前的板面尺寸 要不要裁剪 当然要 按继续 有没有发现 上面这一块80不见了 它就帮我砍掉了 OK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我们刚刚主要两个功能 一 把这个背景 Ctrl A C 复制贴过来 放到下一个涂层 并且用放射状模糊 第二个呢 就是把上面部分砍掉 我用的是叫板面的尺寸 画面先还给各位 来看一下 最后还有一个动作 就是要把那个字的阴影 有没有 字的部分 把它加到那个 就是我们刚刚的 那个 这张图上面 那字怎么样过来 比较快 第一个你要把它整个选取起来 那字怎么整个选取起来 比较快 前面讲过吗 按右键有没有 选取像素 这个跟宋春 有没有印象 有没有 第一个 记得在图示上按右键 选取像素 这个是方法一 你可以取消选取 方法二 你可以用之前讲过的 魔术办工具 其实也可以 点一下这一块 再用加的 加的模式 再点这一块 这样也可以 接下来Ctrl C 然后再怎么样 Ctrl V 贴到这边来 那位置应该放哪里 位置应该放在这个的上面 所以图层有没有 不对 把它移上来 它就上来了 有没有 它在后面表示 它的图层不对 第二个 它的位置 请你怎么样 把它稍微移一下 移动的话 请你用什么 移动工具 改一下 特别说图层 一定要选这个 然后位置 比对一下 跟那个完成档 这个档 看一下 大概是差不多 这个位置 好像太过来 反正就是差不多的位置 接近就可以了 最后面的话 还记得 要把它怎么样 它的那个 跟最后完成档 差别在哪里 这个笔 有没有 描边 那字感觉 好像比较有质感 所以以后 如果你字打上去 要描边的话 很简单 记得在这个图层上 点两下 点两下之后 一样会跳出图层样式 跟刚刚一模一样 刚刚是阴影 可是这个地方 请你找到笔画 打勾 可是笔画 加上去 好像字是什么 变比较粗 对不对 所以你记得 把它打勾之后 关键的地方 一 把它的尺寸 就外面的笔画 一样三个像素 颜色呢 改成白色的就好 那大概三个像素 那外面的颜色呢 把它改成 这边的往上调 或者是把那个RGB改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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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调这个 把按确定 有没有看到 那这个三个像素 指的是什么 有没有发现 就这个嘛 那你要多大 多小 有没有发现 调出来 每个效果都不一样 对不对 其实大概三个像素 差不多 那么按确定 你就可以看到 这样的效果完成 那今天的练习 大概就差不多了 所以你把它 另存心挡 204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那今天最后 204 二十七 二十一 二十一 二 三